大家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很多人总认为 财运跟有钱他是挂在一起 我财运越旺 应该越有钱 但是我们发现到很多人 其实他财运虽然很旺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却是苦哈哈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我们要从定义去了解 什么叫做财运 财叫做我克者为财 我克者为财 这个克就是我要能够控制他 我要能够懂得他 所以 这个才是所谓的财运 但是我们发现到很多人 他其实把八字的财运当做什么 不劳而获 就是 我财运很好 我坐在那里 什么都不用做 自然天降恨财给你 很多人对财运的观念是这样 其实是错的 我克者是我要付出的 你不付出 你要怎么获得 所以 其实财运他也是要付出你的劳力的 并不是坐在那里 不劳而获 所以很多人把财运 定位到哪里去 偏财 卖 所以 就可以去赌博 就可以去赛马 各位 这个不叫财运 你财运好 你就可以投资股票 当然可以 但是 股票在涨的时候 开心的不得了 股票在跌的时候 哭跌喊 请问这叫做你可以控制的吗 我想你应该是被股票市场控制的 所以 这个也不叫做财 所以很多人对于财 他有一个迷惘 我简单的跟男生讲 你以为你财运旺就有女朋友吗 自动就会人家倒追吗 不是嘛 就算你财运旺 你也是要主动去追女朋友 才会有女朋友 不是说你财运旺 女生就会倒贴你 不是的 所以各位 当你了解 你就不会对财运 抱持着这一种错误的理解 认为财运叫不劳而获 其实财运 也是一样 是要动的 是要付出的 并不是坐在那里 他就会来 所以很多人他一听到我财运很好 那老师我财运很好 我要做什么 通常听到这个 我就会跟他讲你工作就好 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你以为财运好 做什么都会赚吗 当然不是啊 因为定义跟你讲 要我懂的 所以像我也是在批八字 这一个人他连续两柱财运 而且他的财运都是很好 所以在第一柱 我就批他 很赚钱 他说对 他在第一柱赚非常多钱 第二柱财运其实也是很棒 我还是一样跟他说你很赚钱 但是 却出现了 他把第一柱赚的钱几乎赔光 我就问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就说 他在第二柱的时候 人家跟他讲互联网 是 未来的趋势 所以建议他创造一个平台 让大家在上面消费 他就说OK 可是他完全不懂 他就只是一直在投钱进去而已 然后没钱 人家又跟他讲 叫他继续投钱 所以 他根本就不懂的 这个技术 然后把资金丢给别人 这时候财运 是在别人身上 不是在他手里 因为他只有负责出钱的份 而投资的这一个人 他的财运好 才有可能会成功 可是偏偏 就很差 所以 自然而然 他就赔钱 然而 我就问他 你第一柱到底是做什么 他说他做他最擅长的 贸易 各位 他擅长的贸易 所以 我就跟他讲 你收掉了 不要再投资了 去做你原本就很擅长的贸易 你才会赚到钱 因为那是他懂 他会 所以各位 你要知道 不是财运好 做什么 都会成功 而是要你懂的 你会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